打完这点过去继续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28号上午表示 北韩星期天在新浦市邻近的海域是发射了多枚的巡弋飞弹 那么这已经是北韩五天之内第二度的发射飞弹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月28号他们是侦测到了北韩朝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巡弋飞弹 而北韩在24号其实他们也曾向朝鲜半岛的西部黄海海域发射多枚巡弋飞弹 那么第二天呢北韩的官媒朝中社就证实了 北韩确实他们的飞弹总绝24号是首度的试射研发中的火箭式331型的战略巡弋飞弹 那么可能可以携带北韩研发的火山31的核带头 那么至于今天试射的飞弹这个数量还有信号都还有待南韩军方进一步的确认 那么就在北韩现在呢可以看到他们是持续的威胁南韩之际 根据北韩的媒体27号报导大陆的副外交部长孙卫东 26号和北韩的外务省副相蒲明号举行了一个磋商 纪念的是两国建交75周年 并且呢双方就同意是要扩大发展两国各领域的友好关系 友好的交流还有务实的合作 那么这也是北韩在加剧和美国以及南韩的对抗之际 现在和大陆方面最新的一个交流 那么来看到呢孙卫东他是在25号的时候率团访问北韩 那么在这之前呢新华社就报导孙卫东他26号的时候 他是先在平壤拜会了北韩的外长崔善基 那么双方他们讨论两国的关系啊 国际还有地区情势等交换意见 还有交换这个问题跟意见 并且呢就宣示两国现在要加强各层级的战略上的一个沟通 而且呢是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 新华社指出呢双方都给对方给了一个高度的评价 近年来的这个发展成果 而且呢他们是再一次的确认好 现在他们要维护好巩固好还有发展好 这个是两国还有两党在政府上 两党跟两个政府他们坚定不移的立场 那么事实上呢中国一向以来是北韩最大的经济资助 来源还有盟友 法新社就点出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其实他近来呢他是不断的巩固和中国的关系 而且呢是持续的强化对南韩的种种强烈的一个措施 包含呢金正恩他不久之前就把南韩设定成一个主要的敌人 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情势 同时呢也促使南韩总统尹习约 他更快的向美国来靠拢这法新社的说法 那么现在呢面对这个升级的朝鲜半岛情势 时事评论员来源前他就指出 其实孙卫东他这一次的访问呢就代表着 大陆方面他们想要掌握北韩的第一手的消息 更了解金正恩他未来的动向 而且呢朝鲜半岛的局势很有可能在今年会继续的恶化 因为依照目前的情势呢金正恩他的说话 他的这个表态还有态势呢他正在为战争来做准备 那么尽管美国现在呢还是持续的在周边军业 但事实上呢其实下不了金正恩 估计第一个就是朝鲜半岛的问题 朝鲜半岛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副部长 已经到朝鲜去访问了 我觉得他是要掌握第一手信息 要了解金正恩朝鲜的未来的动向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次的访问其实是很重要 那朝鲜半岛的局势很有可能在今年会恶化 因为以目前的金正恩的态势来看的话 是在做作战的一个准备 而且战争的态势是越来越清楚明朗了 那对美国人来讲他没有把握 虽然搞了一个很庞大的军演 但是事实上是下不了金正恩 只会让事情恶化 第二个就是你讲的红海的问题 那就是美国要解决的 因为美国已经向全世界通告了 他无能力解决红海的问题 那可以听到赖源泉他提到朝鲜半岛的问题 现在是美方最希望北京出手帮忙的问题 而这同时呢也是大陆外长王毅 26号27号在曼谷和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当时呢他们谈话长达12个小时中 谈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因为呢美方现在是有求于中国大陆 除了北韩问题呢 其中还包括了红海也就是中东问题 因为呢华盛顿希望北京政府 可以出面来沟通 作为一个斡选的方向 那么聚焦王毅和苏利文这一次的会谈背景 是在台湾大选之后 习败会之后两国高层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那么针对两国关系呢 针对两岸的问题 王毅是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就是台独 那么美中之间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台湾问题 根据白宫表示苏利文他强调的是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外交部长王毅以及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26号到27号在曼谷举行双边会晤 也是台湾大选后美中高层首次会谈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台湾地区选举改变不了台湾 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 诸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 而台海问题依然是美中关系的重中之重 王毅认为两岸和平 以及美中关系最大风险就是台独 苏利文重申美方坚持一中政策 并且再次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 他也告诉王毅不希望美中关系演变成冲突对抗 两人会面超过12小时 内容包括以哈冲突 红海动荡 北韩频繁的军事威胁 以及南海等问题 美方希望中国大陆能在这些冲突中 扮演调停者的角色 发挥影响力 2023年11月的习拜会 双方承诺维持战略沟通管道 白宫证实美中双方正排定拜登和习近平 进行通话 不过时间还未敲定 看来美中关系有意降温 但最终还是要取决台海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